为了宣扬中华文化 同时也纪念七七抗战胜利 南加州知名的画家李炳南 特别举办了 马年画天马与君节莫园 这水墨画师生连展 要在7月12号跟13号 一年两天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来展出近60幅的水墨画作品 欢迎乔民前往观赏 有一个意义就是 明年是中华民国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 有一位谭先生 他想做一本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书 他邀请我的马也能够放进去 因为抗战的时候 大家知道马是立了很大的功劳 所以叫汉马功劳 所以我有一幅画是抗战精神 在这现场 抗战精神的由来 也是因为徐悲鸿先生画的马 是文明世界的有一匹马 大家耳能首相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徐悲鸿 他那幅画也是因为长沙会战的时候画的 忧心如焚 这就是今年画展的最大的意义 好 画家李秉南表示 马年画马主要是体现出龙马精神 同时也带出了八年抗战时期 马对于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 而第二部分的水墨花鸟画 则是要表达出岭南画派特色 从梅兰竹菊 花鸟 虫鱼等作品当中 体现出独特的气韵和神态 欢迎喜欢欣赏国画的民众一起来交流 好的 就是 guilen 看来 对 对 对